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帅 欢迎收看本期杰克底盖湾地图胡锦春出生在船上面 给大家讲过很多遍了 这个时候往船下海滩边 看这里会有两个人往中间这块区域看 看见了这是一个调香师想往我这边走 另外一个佣兵两个人都看见了 那抓调香 调香在这个点位我带的是船送 因为对面有个祭司 他这个位置想要进小房 他如果翻这个窗 我直接翻这个窗把窗封了 他绕一圈下板绕一圈回来 我有机会能开一道 这个走位 赌他 好这边他只能往那个板子那边走 等他下板 踩掉以后 因为他这个时候一定会下板放香水 我们等 这样就很舒服 两刀拿下 佣兵的位置看见了 在海边 这里有一个地下室 有祭司 我不是很想挂地下 直接挂在这张椅子处 然后看外面的电机 一台双十一一台中场 佣兵的电机还在修 那往中间去干扰 这里中间是祭司 佣兵的电机不动了 好 那么过来拦截佣兵 看见了 卡着他 卡着他 对 等他交一个护币 继续卡 这波卡过半 先打 这里刚才没看见过不过半 第二刀 杰克的刀挥的还是有点慢 如果能够补上一刀 无论是打个双刀 什么的都可以 我这波是开一个三接 刚才这里 还是希望能卡过半的 卡过半比双刀 更加有价值一点 但如果没过半的话 就很亏了 目前来看不清楚 直接一刀无论挥 这刀无论就是随便挥的 反正待会前几天来也有CD 他这里想要修 我人继续挂在外面 两台电机修掉 佣兵的遗产是在海滩边 我们看下一波谁来救吧 这里是过半了 那可以 因为这个血线比较的极限 那佣兵我不要了 我们看剩下的电机 佣兵在这里 看其他的电机 这边在动 直接船过去 祭司 船上面也在动 打住 这走位接误刃呢 我这边移速很快 继续进隐身 这地方因为隐身很快 所以说我可以等一刀误刃 好的 寄到之后 我们往上挂 因为空军在上面修击 去干扰空军的电机 4秒钟误刃 他有枪 看清楚空军的位置 压过去逼他救人 直接打 再打 这个时候可以不挂这个祭司 继续追杀 对 他得交枪 好 枪交完 可以回去挂人 因为他跳到楼下 这时候他不能摸这台电机 我只要死守这台电机 这把就是一个圣石 传送也快好了 用兵外之为电机点的 他们还是差一台 挂上两个半血 刚才那波是一定不能直接挂人的 要把他的枪逼出来 好 这边看到 这里电机在动 下面的电机在动 没有关系 我这个时候 手上捏着一个上挂飞的人 一定是准备来死守的 而且我这边捏着一台遗产机 很舒服 他们外面的电机不太够的 守着就可以了 没打到 好 挂飞 挂飞以后可以直接传送到下面台电机 找这个空军 如果电机没开的话 拉开一点 小心传到椅子上 直接传 杀空军 两秒钟无刃 好 继续挂 往这个后面挂 挂上以后这把就是三哈起步 前面要四杀呢 随便了 这个四个四哈 反正也不是比赛 我们征求这个赢就可以了 前方的位置要在船上面 找过去 不是前方 是佣兵 找上去就可以了 通过耳铭来判断一下位置 他如果说这边没有耳铭 他应该是往海滩边走了 好的 那么本期的视频到这边就要结束了 已经看到用兵了 这把四杀了 给大家复盘一下 开局的时候 因为我是带了风窗的 所以你要知道风窗的一个运用 卡住位置 然后判断好条杨师他的一个想法 提前想到他在想什么 就可以快速的击倒击倒完了以后 就是防守 通过救人的位置的一个判断 来进行防守 最终取得这样的一个四杀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